嗨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主題是 Copuka讀取端分配負載的演算法 Consumer Signer Copuka是一個分散式的資料串流平台 Consumer是讀取存在Copuka資料的一個應用端程式 今天的主角Consumer Signer 是Copuka用來分配讀取端該去哪裡拉取資料的一個演算法 但是Copuka其實有提供了四種Assigner 這些Assigner各自有自己的分配方式跟特性 所以這個演講主要告訴大家 這四個Assigner他們是怎麼分配的 要怎麼選擇合適的Assigner 那首先先跟大家自我介紹 我叫鄧志茂 目前是成功大學的研究生 在研究Copuka的讀取端負載平衡議題 那我們有跟廠商一同研究Copuka這套分散式系統軟體的負載平衡議題 我們有 研究讀取端、寫入端跟資料儲存端 我們的專案其實是開源的 所以有興趣的聽眾 可以再到Github上看看 這是今天的大綱 首先會先介紹一下Copuka的原件 這樣子之後 有一些概念之後再來說明ConsumerAssigner 是 解決什麼問題 如果隨便選擇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 再來進入今天的主題就是可以以什麼樣的指標來衡量選擇 Assigner 以及這四個Assigner他們的性質跟分配的方式 最後再做一個總結 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Copuka的原件 那 假設現在Copuka 裡面有一個資料管線 那我們在Copuka中 就稱作這個資料管線為Topic Topic 對 那 Copuka可以將資料管線切分成多個小水管 就這邊的 我們在Copuka稱作Partition 那這些小水管可以來滿足大水管的工作來分散 藉此分散 那個大水管的負載 達到一定程度的負載平衡 那實際上 我們的應用端就是針對這些小水管來做資料的寫入跟讀取 那 Copuka Consumers 利用group的方式來 擴大讀取的規模 只要是在這個group的Consumer 他們都會一起分攤這個大水管的負載 然後如果有Consumer中途離開就會 一起分攤這個離開的Consumer的工作量 那今天要演講的是 ConsumerSigner 主要是 分配Partition 到Consumer 的一個方法 所以主要會著重在小水管跟 Consumer的分配 那 ConsumerSigner絕對的問題 其實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分配Partition給Consumer 那 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演算法 就是 輸入就是Consumer的訂閱內容 然後透過Signer 會得到每個Consumer 該去消費哪些Partition 那在Copuka中 Consumer如果要 對某些topic感興趣的話 就是用訂閱的方式 就像是我們 看YouTube頻道 可能覺得蠻喜歡這個YouTuber的 我們就會訂閱他的頻道 然後他有 新的影片的話 我們就會馬上知道 對 Copuka其實提供了四種Signer 讓使用者使用 那為什麼他要提供那麼多Signer 給使用者使用 其實就是為了不同的需求來提供解決方案 像是 每個使用者的 環境或是習慣可能都不同 或是資源也不同 那 每位使用者的業務邏輯不同 他從 Consumer從Copuka拉取資料之後 要做什麼樣的 處理 是根據他們的業務邏輯 然後 或是有些 使用者他們的資源可能比較有限 所以可以靠 分配來 盡量的把負載 平均到 Consumer身上 對 所以如果只有一種Assigner的話 其實就 沒有辦法 應付這麼多變的需求 那 隨便選一個Assigner來使用的話 其實會造成 負載 不平衡 導致整體的讀取數率會下降 對 因為 如果不適合的分配的話 可能會導致有些Consumer 他 被分配到很多負載 那有些可能就很少 這樣 然後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擴充後可能就得不到預期成長的讀取速度 因為 因為 每一個的分配方式不一樣 有可能 這個的分配的結果 會讓 負載 非常的傾斜 所以選擇適合的Assigner 其實可以 有蠻大的機率可以在 不需要擴充Consumer的情況下 讓消費的速率提升 那要怎麼從 Kafka提供的四個Assigner之中 選擇合適的Assigner 我覺得要先了解Assigner是怎麼分配 Partition的 就是你應該要知道你 所使用的方法 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還有什麼樣的性質 再來就是生產環境的 Topic Partition的數量分佈 然後還有應用端要怎麼使用Consumer 就是 你Consumer 彼此之間 訂閱內容會不會一致 或是 你要怎麼 串接 你的Consumer跟其他的 應用程式 串起來 那首先就進入今天的 的重點 第一個 第一個Assigner 現在也是目前 Kafka預設的Assigner Range Assigner 他是以Topic的觀點來 進行分配 那就是會 訂閱Topic的Consumer數量跟 Topic有多少個Partition數量來進行 平均的分配 像這個例子來看就是 他 因為他是以Topic的觀點來分配所以 先看Topic A 他有兩個Partition 然後有兩個Consumer訂閱 所以他就會 一個一個分配 那Topic B也是 他有兩個Partition 然後兩Consumer一個一個分配 但是Range Assigner其實也有不適用的情境 他不適用的情境就是 當 Topic的 每個Topic的Partition數量不一樣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會產生 負載不平衡的情況 因為他是以Topic的觀點來分配的話 那Topic A只有一個Partition 但是有兩個Consumer訂閱 所以只會被分配到Consumer E 那Topic B有兩個Partition的話 也有兩個Consumer 那他就是E對E的分配 然後再來Topic C的話 他有三個Partition 然後兩個Consumer訂閱 那E現在的實作就是他會以 Consumer編號比較前面的分到比較多的 Partition 所以這樣子就會造成 這Consumer1其實 跟Consumer2 被分配到的負責差了兩倍 對 然後接下來介紹第二個 Roundrobing Assigner 那他是以Partition的觀點來進行分配的 那他會 將Partition就是以Roundrobing的方式來分配給有訂閱的Consumer 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 我只是在看 然後一個一個分配就是 因為現在Consumer1跟2都有訂閱 Topic A B C 那 他就會一個一個的分配 用Roundrobing的方式來分配 那這個例子其實跟剛剛那個Range Assigner 不適用的例子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解決Range Assigner會造成不平衡的議題 但是他其實也有不適用的例子 就是 如果 Consumer之間他們訂閱的Topic的內容不一樣的話 那就會產生 傾斜的分配 像現在 有三個Consumer 有兩個Consumer 是訂閱Topic A B 那有一個Consumer是訂閱Topic A B C 那他以Roundrobing的方式的話 會是以Partition的觀點來分配嘛 所以就也是這樣看那個 分配然後 看Topic A的Partition 0 Consumer1有訂閱 所以就分配給他 那Topic A的Partition 1也有分 Consumer2也有那個訂閱 所以分配給他 然後Topic B也是分配給Consumer3 但是只有Consumer3有訂閱Topic C 所以 這樣子就導致他被分配了4倍的負載 那再來介紹 第三跟第四個Assigner Sticky Assigner跟 Cooperative Sticky Assigner 那這個Signer他的分配方式 是以Consumer的觀點來分配 然後他會檢查每個Consumer 被分配到的Partition數量 盡量不要超過一個 然後再重新分配 也就是有Consumer下限 或是你擴充Consumer的時候 他會盡量將上一次分配給 Consumer的Partition 保留給同一個Consumer做消費 這樣可以穩定消費的吞吐量 那為什麼這兩個要放在一起講呢 因為他們的分配方式其實一樣 只是重新平衡的時候 他們的機制不一樣 Coprk提供兩種重新平衡的Protocol ,有Eager跟Cooperative 他們不同就在於說 他重新分配的時候 Consumer他 會不會捨棄掉全部的Partition 或是只捨棄部分 但是 執行多次Rebalance 一個的話就會有Idle Time 因為他必須 要等到Assigner 重新分配完之後 再開始 才能開始消費資料 對 那Cooperative的話就是一點一點的 捨棄 然後一點一點的做完 接著來看一下 他們的分配方式 假設現在有三個Consumer 然後兩個Topic 然後他們都訂閱相同的 Topic 然後 這個分配方式其實跟Rom Robin很像 因為他是以Consumer的觀點來看 所以 他會盡量不讓被分配到的數量差 最多差 最多只能差一個嘛 對,所以 這看起來很像 Rom Robin的方式 對 那但是如果假設今天 Consumer2有因故下限 那Covcar就會要重新分配Partition 那剛剛的特性就是 他們最多只能差一個 跟上一次被分配到的Partition 盡量保留配置到 重新分配完的那個Consumer 也是消費之前的那個Partition 所以分配的結果會是 就是 這樣 就是Consumer1就會 保持 剛剛有被分配到的TopicA的 Partition0跟TopicB的Partition0 那Consumer3剛剛有 消費TopicA的Partition2 然後之後他們在 盡量不超過1的分配方式 那現在的實作就是 以Rom Robin的方式來分配 那就是最後來做一個結論 就是這四個Signer 其實可以以他們分配的觀點來 來去判斷他 適用的情境 那像Ranger3他是以Topic的 觀點來分配 所以他比較適用在 你訂閱的Topic數量不多的時候 因為你只要訂閱的Topic數量 一變多 然後 沒有跟Consumer的數量 就是成倍數關係的話 其實很有可能就是一點一點的形成 傾斜的分配 會慢慢的導致負債不平衡 所以你擴充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 然後 卡夫卡的版本 就是0.9之前他的環境 他其實沒有支援 現在的Rom Robin 以前的Rom Robin比較 嚴格一點 對所以 如果 場域沒有那種升級需求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Ranger3 然後 然後接下來是Rom Robin的Signer 他是以Partition的觀點來分配 所以比較適用在就是 訂閱相同的 Topic 因為訂閱不相同的話 可能會造成 負債不平衡的狀況 然後他 重新 分配的時候 那個分配的結果其實會跟 上一次分配的結果差很多 對 所以 不太適合跟那個 Stateful application 做串結 應用這樣 那Cooperative Sticky 跟Sticky的話 它是以Consumer的觀點來分配 所以 我覺得是它是最 平均分配的 因為它是 照著你Consumer 的角度來分配 對所以 不管是訂閱相同 或是不同 我都建議可以使用它 因為它是 會是最平均 對 那如果你有 就是要跟 Stateful application 來做串結 使用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考慮用 Sticky assigner 或是Cooperative Sticky assigner 這樣子 好 那今天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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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